那么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我们工作里面怎么去使用这个Gate 那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是这个项目经理 或者是你项目组里面的这个代码管理的人员 那么首先是干嘛呢 在项目开发之初 你注意啊 由这个项目经理 或者是你项目里面的这个比较牛逼的人 他呢去搭建这个项目的框架 就把这个项目的框架架子都给你做好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有几个应用 有几个应用 把这些应用都给你建好 都给你建好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呢 需要用到哪些模型类 对吧 这个类呢 在分析出来表之后也给你建好 都给你先搭起来这样一个框架 然后呢 把这个框架的搭建好之后呢 项目经理呢 或者是其他人员就需要把这个项目框架的代码呢 放到我们的服务器 那么这个服务器呢 就是可以是我们这个Github 也可以公司自己做的一个啊 做一个 OK 那么这里面就是项目经理做的工作 那么当项目经理做完之后呢 下面还有普通员工你要干嘛呢 就是在项目开始的时候 你需要呢 在自己的电脑上去生成这个 SSH的公钥 然后把这个公钥呢 交给项目经理 然后项目经理呢 把你的公钥呢 添加到对应的服务器上面啊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讲的这个添加 SSH账户 就是这里面过程啊 那你注意在这里面这个创建仓库和添加SSH账户 我们说跟我们跟你一般的开发人员啊 没有什么关系啊 你就是生成生成你的SSH公钥之后 把它交给这个项目经理 然后项目经理呢 把它加到上面啊 那么之后的话 项目经理呢 他会给你的每一个组员这个项目代码的克隆地址 你组员呢 你把这个代码呢 克隆到自己的电脑上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怎么去克隆项目啊 给你一个地址之后 你直接使用这个给他 把这个代码呢 下载到本地 好 那么之后每天是干嘛的 你就可以呢 在本地区创建一个分支 比如说你创建一个DV啊 每天呢在这个DV分支上面呢 进行开发啊 进行开发啊 那么你每一个员工 开发完自己的代码之后 都需要将这个代码呢 把它发布到远程的DV分支上面啊 这里面我们要给大家提到的就是啊 在你项目里面 一般都会出现两分支啊 一个叫做MAS的啊 还有一个叫做DV 这俩是干嘛的呢 你注意啊 MAS的分支 它是啊 MAS的分支 它呢是用于保存 发布的项目代码 就是代码的版本啊 发布的项目代码 MAS的分支 这个分支上面啊 它是用于保存 发布的项目代码 就是1.0版本 2.0版本啊 比如说我发布一个1.0 对吧 这个代码也是在上面 V2.0呢 也是发布在这个MAS分支上面啊 那么DV分支上面 它是干嘛的啊 它是保存开发过程中的代码 就保存开发过程中的代码 那么所有的组员呢 你在开发完自己的代码之后 都应该把自己的代码呢 把它弄到这个远程上面的 DV分支上面去啊 就是每一个组员 在开发完自己的代码之后 都需要把自己的代码 发布到远程的DV分支上 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啊 你不能 你到公司里面 你不能说啊 我写一点代码 我就往上发布一次啊 那你注意啊 你发布完这个DV分支之后 你把自己的代码 发布到DV分支上面之后 别人有可能会从这个DV分支上面呢 把它拉到自己的本地啊 假如说你 你写完代码之后 你这个代码在本地都跑不起来 你就把它发布上去了 那别人把它 下到自己的店头上 他一跑这个项目 肯定也是跑不起来的啊 所以我们说 不是说啊 不是说你写完代码之后 你就把它发布上去啊 就是 这个我们大多数 每天你干的工作啊 就是你在你本地的 这个分支上面开发 开发完之后呢 然后呢 在本地上面去做提交 至于什么时候 要往远程的DV分支上面去发布 这个时候可能是有项目经理啊 比如说 我跟你安排一个任务 对吧 我预计你几天完成啊 跟你安排任务几天完成 等到时间的时候 我就问你 完成了没有 完成了 搞定了啊 保证没错了啊 那你就再往上去推啊 再往上去啊 不是说每天都推啊 这个呢 至于这个推送的过程 是有这个领导啊 项目经理他来控制的啊 让你推的时候你再推啊 OK 这是我们这个两个重要的分支啊 重要的分支 OK 那么这一部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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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